当于吴宇森指导的爱情史诗电影《太平伦》 上映之后台湾大陆两地票房开出红盘 而上集中金城武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话题性十足 像是开口说台语 还有演高中生庄萌跟常泽雅美谈恋爱 而金城武老实说 其实庄小对他来讲 在拍摄当时有一点尴尬 颜泽坤 他是台湾人 而在后面 他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替大哥去战争 成者导演吴宇森打造的《太平伦》 金城武相隔三年在登大一幕 久久才交出作品的他 总是可以抛出新东西 这回在电影里 他大秀《国日台语三声道》 频道切换流畅 口气到底 早先在记者会前 牛刀小事一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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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次 这个角色 我觉得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是因为他也要用台语来 很多戏是用台语 而且他是自然的 他并不是 你可以去说我要拍一部 为我们台语讲的戏 那又是两回事 金城武瞬间成了观众眼中最帅的台客 而舞名应该不难发现 这些年金城武喜欢靠着语言深入角色 像武侠里的四川级捕快 让人印象深刻 那有怀人小时候 长大想等怀人 你说 你说吗 你说吗 跟你在说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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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座里 南岛金城武的不是语言 而是要回春装萌 年过四十岁的他 庄小演出十多岁的学生 跟常泽雅美弹琴说爱 重现初吻学的紧张羞涩 金城大叔坦言 道代的青春有点不自在 高中生那些状态 其实我那时候要做的时候 是我是蛮害怕 是蛮尴尬的 会觉得我穿这个衣服好奇怪 又怕 又怕我做的会不会不像 会不会太勉强 当然会有这样的心情 那之前你有讲说 跟常泽雅美拍这个文戏 你很紧张 可是是不是 萤幕上呈现出来 就是轻轻的闻 所以我想知道 为什么当初你觉得 拍之前很紧张 点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是刚开拍没多久 我们就先拍了这场戏 所以我跟常泽那时候 也没有讲到太多话 就还是会尴尬 金城武的电力 不仅电的粉丝 招架不住 同戏演员也难逃电网 导演吴宇森的二女儿 吴飞霞 是演金城武的大嫂 气里戏外对金城武 印象深刻 挑战指导爱情片 吴宇森可说是 一人拍片全家服务 除了女儿参与演出外 老婆大人也下场嘎一脚 问题来了 等老婆出名的舞蹈 片场敢指导老婆的演技吗 吴宇森一口气找六位大咖当主角 金马奖要怎么报导演光是讲就伤脑筋 夏老师是真的很夏老师 张局仪 孙会桥 金城武 黄晓明 佟大文 都是主角 都是主角 所以目前没有人是那一张 配角 富人比自己 讲唱部分似乎有点少一点点 这部分会觉得有点少 没有少的没有 这部分会觉得有点点在意 或是有希望可以在意 在意不会有的啊 我觉得我蛮享受电影 做成电影的这个过程 跟剪完看那个作品 中原玩的 这是你做的一个作品 我蛮喜欢电影 但是你说奖项有当然会开心啦 但是你也没有说刻意要去做什么 因为那个不是你太刻意去设计 就可以有的东西 拿不拿奖是其次 对这群电影人来讲 辛苦完成的作品 能够获得观众满意 就是最大奖项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